临近秋冬时节 打新丁板是客庄地区特有的文化 苗栗县试探厢新店社区 在一名庙旁活动中心 举办打新丁板的活动 乡内四所学校的师生 在长辈们手把手的指导下 共同体验这项手作传统美食文化 传承客庄好人情 充满喜气的大红色新丁板 是客庄地区特有文化 临近秋冬之际 家家户户带着自家的板膜到庙里 一起加入打新丁板行列 新丁板就是因为有金田省 所以保姆 大家平平安安的 子孙也很平安 大家要用的时候 行人办 以我们客家人来讲 就是用茧 我们会切 切这样一长条 然后再去弄一点盐巴水 然后放下去平底锅里面 煎到两面金黄 就胖胖倒入身 打板谢天 祈愿神明护佑全境 家户与新生儿的平安 是客庄传统 师坛向新店社区传承这项独有文化 规划客庄产业文化活动 在师坛一名庙登场 熟悉活动就邀请了乡内四所 国中小学生和幼儿园 一起跟着长辈学习体验 打新丁板的过程 透过实作学习 传承客庄文化 传统新丁板是为男孩而做 不过现在两性平权时代 女宝宝也一样受到珍惜 希望这项民俗活动 也为苗栗县带来好兆头 鼓励生育 新丁板就是为男孩子 新生的新丁能够祈福 能够祝福他们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 当然现在的社会 不是只有男孩子 女孩子也是一样算是新丁 所以我们也鼓励 现在的社会能够多生育 把我们的师坑乡 能够更发展 人数能够越来越多 压板用的板膜有多种图案 男生用龟印 女生用陶印 老幼共学 让客家文化传承给年轻世代 吸引更多人体验 客庄好客之美